喂 這是 這個是有電的 好 歡迎大家來到EverythingRust Track 然後 EverythingRust是由Rust台灣所主辦 然後我們先尋喜歡一起Rust的開發者 然後我們每個月在台北 然後摩滋公寮都會有Meetup 所以大家如果對Rust有興趣的話呢 以後可以一起來加入我們 Meetup 然後如果想知道更多訊息的話 可以上網 Rust.tw 那你就可以找到我們的Facebook還有Telegram 那有任何問題你也可以來私下我們 那我們的演講即將開始 好 那各位好 那我是Philix 然後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從JS到Rust的 Web還有Mobile的跨平台 的一個實作的經歷 的Library的實作的經歷 然後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這個 我這個簡報裡面不太會有 太多關於寫code detail的實作 然後也不會教你怎麼去 讓那個 你寫的Rust 能夠在Web上面跑 因為這些事情其實前面的講者都已經講過 所以我今天 所要做的就是 只是單純的 分享一下我做這些事情 然後的一些 遇到一些問題還有經歷跟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好 那我是Philix 那我目前是在QNAP 當軟體工程師 然後QNAP就是一間做NAS的廠商 就是像下面這個小機器 就是這種就是伺服器 但我沒有做大型的 然後我們的QNAP上面 都會搭載一個叫QTLS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上面就是會有很多APP 讓使用者可以放他的照片 或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今天主要要focus的是 它上面有一塊 照片的瀏覽程式 然後它上面就是有使用到 目前我開發的Rust的Library 然後我主要的工作就是 前端加一點點的後端 那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 Functional Programming這一塊 然後尤其是Functional的JLS 那跟各位先簡介一下 我等一下要講的內容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 要介紹我遇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再來是用JavaScript的解決方式 然後跟為什麼要導入Rust 然後再來是Rust開發的過程 跟效能的分別 那最後我會幫各位做一個總結 來讓大家評估說 就是適不適合去導入這個 就是在web或是做手機跨平台去導入Rust 那對就是我剛才講過 就是簡報內容是以經歷分享為主 然後這裡面會有很多數據 但是這些數據就是僅供參考 因為其實包括你在執行的 就是在做這些數據的時候 你的環境其實是會影響到非常大的 包括你寫的程式碼的 寫的方式也是非常大的 這個我等一下會在簡報裡面提到 反正就是數據僅供參考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先簡介一下我目前 就是我這個app上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 就是我們是一個相簿的瀏覽軟體 那 這一個有一個演算法 叫做Flex Layout的演算法 那這個其實最一開始是 Google提出來的一個演算法 那這個演算法 它主要在解決問題就是說 當一堆照片在排列的時候 我不確定就是 就是最好的排列方式就是像右邊這樣子 它沒有任何的 就是每一張照片都是 就是會排出一個這樣子四方形的 沒有缺角的一個照片的排列方式 那 所以 那它的做法就是去 狀態的調整每一張照片 它可以 我們可以接受的最大值跟最小的 大小 然後去想辦法 讓所有的照片排列出 就是像右邊這樣子 沒有缺角的情況 那這個演算法 其實說 說穿了就是 它就是窮舉各種可能 然後去找出一個 最合適的一個 照片排列組合方式 所以這個有一個動畫 就是 反正它的算法就是 這樣子 就是它會 找出所有照片的 排列的組合 然後 最後它會決定出它最後的路徑 那這也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反正 各位假如有學過 那個 資料結構跟 演算法的話 基本上這個就是 最短路徑的 演算法 對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前端實現 這個類似最短路徑的演算法 然後因為是捲動 就是 是一個 因為我們的照片 可能有好幾十萬張 那它一定是在捲動的情況下 要去有很流暢的一個效果 所以 會要求它的 Performance要好 先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是怎樣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 它會去排列這個照片 然後排列出一個 最好的 大小 就是不會讓它 有缺角的情況發生 這樣子 好 好 好 那最一開始 因為是Web開發嘛 所以最一開始 當然是用JavaScript來做 那因為我剛才前面有提到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 Funk Notebook 所以就用了一堆 Map Reduce Filter 就是能用的都可以用大學 然後最後結果就是 效能非常的普通 其實就是 算一次大概80到100ms 但其實這個 在滑動上面80到100ms 這個數字其實已經會讓它造成 人類大概可以感知的 那個卡頓的轉化 所以 就開始想辦法說 不行就是這樣子的話 假如Line的電腦的話 這個情況會更嚴重 所以就不行 那就開始想說要怎麼辦 那第二個版本就是 把Map Reduce全部拆掉 換成Fireloop 因為大家 寫Web的JavaScript的人都知道 就是 在效能的考量上 Fireloop其實是最好的 所以 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整個效能 大概就可以提升 大概一倍 就是可以降到40到50%的 mini second 那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程式碼就變得很醜 就是 你就一堆Fore回去跟Fireloop 所以 為了要追求更好的效能 所以我自己就開始 研究Web的生物 但是 光因為效能的追求 而且我也自己也做過 所以Web感 就是 直接就導入到產品上 然後 直到有一天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 有一個 專門做手機的app 手機app的team 然後 那手機app的team 其實就是 他們就說 他們因為開發時程的關係 所以希望 我們能夠直接包一個 Library給產用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們之前有做過類似的 是 可能就包一個 JavaScript的Library 然後他們用 那個WebView去執行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做成 後端的API 就讓他們直接打 那這樣子 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他那個 不管是WebView 還是後端的API 這個Response 它一定都是很高的 尤其是後端的API 就不可能是 在幾十個mini second 甚至幾個mini second 你就可以做完的事情 但是 我們可能 照片就是十幾萬張 那你這樣子 就是到底要一比 所以其實 基本上 我在評估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這兩個方案都是不可行的 所以就開始要找一個 就是 可以跨平台的方案 所以 後來 就看了很多 然後就選擇Rust 那為什麼是選擇Rust呢 就是因為 第一個我試用了很多 然後Rust 有一個 叫做Wassom Engine 這個東西 就是剛才上一個講者介紹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無腦開發的一個 就是WebAssembly的一個無腦開發的東西 它基本上你就把它想像成是 Query App的這種東西 就是 comment line下一下 然後之後就環境辦理建行 就可以直接看出去 然後甚至連測試啊 什麼這些都可以直接上面做 所以 然後 所以 就是 我就覺得很好用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有蠻多網上的教學資源 就是 很容易找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 Rust的強調就是 高性能跟安全 對 最後就是 零成本抽象 那我現在要特別講 就是零成本抽象這件事情 那 最一開始講零成本抽象 提出來的這個人 他用了這個距離 那就是說 就是他不會因為你沒有用到的東西 或者是抽象的功能 然後你就去付出代價 但是當你用了抽象之後 它的效能會是最好的 什麼叫效能會是最好的 就是說 像 後迴圈 剛才那個 剛才講的那個 把MAP拆成 File loop 的方式 的話 在Rust裡面其實是不鼓勵這件事情 因為 假設說你用MAP reduce的話 Rust可以幫你做一些效能上的油畫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JavaScript 就是前面剛才提到了 這是 呃 等一下喔 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就是說 產生一個500個頓列 然後裡面都是1 然後 然後我寫了一個Fore圈 去把這些1全部都加1 然後做5千次這樣子 右邊這個 就是 跟左邊那個一樣 500個1 然後 用MAP的方式全部加1 然後做5千次 現在 哪一個效能 答案是 Fore圈的效能 明顯比MAP好很多 一個是0.59ms 一個是73.14ms 好 那我們再來看Rust 同樣的情況 我用Fore圈 跑 跟 這個MAP的方式去跑 哪一個快 一個是12.64ms 一個是0.655ms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以這樣子的操作 當然這是一個很奇怪的scenario 但是以這個scenario的情況來說 我們用MAP的效能 其實是好 後迴圈的 好 所以呢 我就開始 把 原本的JavaScript的code 改成Rust 就開始重寫 那 一開始 就直接改 1比1 JS1行 Rust 幾乎就改1行 這樣子 最後 這當中其實會遇到滿多問題 那 其實最 最多的問題 就是Move的問題 Move是 Thrust裡面一個比較特殊的機制 那 像左邊這個 它就是說 有一個Greeting function 然後傳入一個Stream 然後 我在MAN裡面執行了兩次這個Greeting 其實這個是沒有辦法編譯的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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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這個東西 它在第一次傳進去這個Greeting function 就已經被Move進去了 它沒有 所以在執行第二次的時候 這個NAN已經就不在這裡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編譯 所以 要怎麼做 其實就是把它改成借用的方式 借用其實就有點像是 C++的指標 那就是加一個 那個and在前面 這就告訴它說 Oho其實只是借你用一下而已 所以你不能 改啊 或是幹嘛之類的 那就可以過 對 其實最容易遇到的就是這個問題 好 那結果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寫完 一比一的改 結果是什麼 就是 Rus WebAssembly的版本 在Chrome上面跑的比JavaScript還滿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 仔細去看一些原因之後 就發現說 最重要的問題是 因為JavaScript它的資料結構比較少 就比較有限 那所以 在磁座上就會用到一些比較奇特的東西 例如像這個 裡面就有這樣子的結構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KeyValue HashMap 但是它的Key是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 它 它其實 對我來說是有 排序上的意義的 但是JavaScript沒有這樣子的結構 那 所以我 搬到Rust的時候 我一樣用HashMap來做 但是這樣子在排序上 就會很慢 但是 在Rust裡面 它其實就是有一個叫BeachMap的一個東西 它其實 跟HashMap很像 只是它是有順序的 所以 這時候我們 透過BeachMap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拿出 可能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詞 或是什麼 的一個 就是可以透過 就是它可以提供很快的方式 去拿到最後幾個詞 之類的 這樣子 就是有排序意義的 就可以用BeachMap 那這樣改下去之後呢 第一個就是前面講的Move 那Clone是另外一個議題 但是這邊就 反正大家寫的時候就會知道 就是 反正就是把所有Move 全部改掉 改成借用 然後再來就是 把原本的HashMap 改成BeachMap 之後 第三個也是很重要 就是把原本JavaScript的Fold 跟Hire回圈 全部再改成MapReduce 就是等於是又再繞一圈 改回來 那這樣子 結果 我們現在來看 那基本上測試方式就是有100張到500張的照片 下去做 做計算這樣子 然後使用包括 Chrome, Firefox, Safari跟H 那機器就不介紹 對 那導入的成效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 左邊這張圖是 各跑一次的情況 上面粉紅色這一條線是JavaScript 下面藍色的線是Rust的WebAssembly 對 那其實你就會看到 在那個 Chrome上面就會看到 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它的這個 JavaScript 它的Performance 非常的不穩定 它不是一個線性的 那原因是因為它其實有在背後做 那個JIT 就是去即時優化 變異 所以它 假如說你一個Function只做一次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很不線性的結果 但是其實以我們的Case來說的話 我們其實會這個Function 會一直重複跑好幾次 所以我們其實要看的是右邊 那這時候就可以看到說 在500張照片的情況下 我們的WebAssembly的效能 就可以相較於 JS有1.6倍到2.5倍的提升 這樣子 就是在 Mac 然後是Chrome上面的表現 為什麼我會特別強調是Mac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 在Mac跟Windows上其實有蠻大的差異 下一個就是Windows 左邊這個跟Mac的狀況差不多 就是一個 JIT造成的影響 那右邊這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Windows上 WebAssembly 在Windows上的表現 其實跟JavaScript並沒有差到非常多 所以這是一個 我目前遇到的一個問題 對 然後再以Firefox來看的話 Firefox其實就基本上 是一個還蠻線性的結果 然後 基本上它的效果 我覺得是顯著的 就是至少比 那個JS快五倍以上 那在Windows的Firefox上來說 基本上還是差不多的結果 就是大概快五倍 然後 在Safari上來看的話 Mac的Safari上 基本上 我覺得結果也跟Firefox差不多 但是它的提升就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我覺得還是蠻OK 就1.6倍到2倍 然後再來是Edge Edge這張圖可能看不出來 但其實它是快了16倍 這邊我把它全部列出來是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到Edge 其實它弄JavaScript是非常滿的 然後導入了WebAssembly之後 其實它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一致的 一個效能的表現 所以這也是一個考量的點之一 好 再來就是 講到手機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你怎麼沒有講說 手機到底要怎麼放上去 因為其實我沒有講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實在是太簡單了 你就自己Google一下Rust 你就會用Rust的IOS 基本上就是跟WebAssembly一樣 你下寫一個Externe 這樣子 然後接口基本上IOS的接口 它下一個Commandline 它就會都幫你產生好了 所以你也不用自己去找一些 本來就文章看一看 大概指令不超過十個 就簡簡貼貼貼按一按 然後就有了 所以我這邊就也不跟大家介紹 到底要怎麼動 所以可以看到說 那個 iPhone 就是比較新的手機的話 基本上它的運算效能 都是在50ms 以下 所以是非常快 那頂多就是 舊一點的Android手機 它的速度是比較滿 但是這也是 合理的 我覺得是合理的效能表現 好 那用Rust 然後來做 應該是說 其實不僅先Rust 就是WebAssembly 很多人都會說 就是不要用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產品要支援IE 那IE基本上不支援WebAssembly 那要怎麼辦 其實有一個工具叫做 WASM2JS 對 那這個東西 它 它其實還蠻厲害 它就是會把WebAssembly的檔案 去轉成PureJS 那它最重要的價值就是讓 IE可以支援 就是你不用同時維護兩份手持口 一份Java2 一份WebAssembly 一份WebAssembly 對 然後 我自己實測的話 基本上它的 它的WebAssembly 它編譯出來的JS檔 就是可以直接取代 原本的那個 WASM的檔案 可以就是直接用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在轉換上是非常Smooth 好 那它編譯出來的檔怎樣 大家都很好奇 其實就是檔這樣 基本上根本就沒有人看得懂 這什麼鬼東西 對 因為它就是用JavaScript去使劍 那個Assembly做的事情 所以 對 就是很長一個 然後 弄來弄去的 不知道在幹嘛 那 大家就會說 那你這樣子轉之後 效能會不會掉 其實 基本上就是會 那在Chrome上面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掉 就是這樣子 一點點 也沒有掉非常多 然後 然後 你Chrome 因為一般大家在考量 那個 要支援 既有瀏覽器的話 通常都會再加Vebo 去做 去做向下相容的動作 所以你加了Vebo之後 基本上我覺得它的差異 就非常的微呼吸味 好 最關心的就是IE11 但我可以很肯定的說 就是基本上 我覺得效能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純JS跟這個轉出來的 我覺得效能是差不多 就是都一樣滿 所以 所以結論 結論就是 我提供下面四個點 可以讓大家想一下 你的專案 是不是適合 打入 就是Rust 然後去做 WebAssembly 或是App Library的開發 那第一個就是 就是你的這個應用 是不是有一個 較多的 需要較多的運算支援 然後 瀏覽器 你要支援的瀏覽器有哪些 對 因為像剛才講過 假設說 你主要是要支援Edge的話 那其實 你打Rust 它的那個WebAssembly的話 你的成效是很顯著 但是假設你的 主要的瀏覽器 是要Windows Chrome的話 那其實 你的 可以得到的一個效能 其實是非常有限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第一個要考量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有沒有想要 讓這個Library 可以在App上 可以正常的使用 那 對 這個我也是覺得蠻重要的 假如有的話 那基本上我是很建議 你可以 試試看這個方法 然後再來就是 你假如喜歡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我覺得你也可以 就是用Rust 用得很開心 因為Map Reduce 那些東西 你都可以用 假設說 你喜歡Hesco的話 Hesco那一套 Type Class System 基本上 Rust 就是直接造版過來 所以 你會覺得很熟悉 當然相對 假如你是 喔 喜歡 那個很OOP派的人的話 你寫Rust 你可能就會覺得 沒有 就是有Class 但是這個Class 怎麼跟我想的 完全不一樣 對 好 然後再來 第四個 第四個其實我是很質疑 就是有些人會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 例如說我的邏輯 是比較敏感的 那 原本他可能是 直接放在JS裡面 就是在Web專執行 那有些人就說 能不能就是 用Web的Sendbit的方式 把這樣包裝起來 這樣別人就比較 不容易去看穿 他裡面在做什麼 這個 這個有些人是這樣講 但是 就是 我這邊打一個問號 因為我不確定 這樣子 是不是真的有 達到一個混淆的目的 不過 假如你是用 那個 WebSendbit 然後再用 那個 WSN2JS 那基本上 我覺得根本就看不懂 對 所以這也許也是一個 需求 對 那我 那我自己的話 未來我可能就會 朝向 因為我現在目前主要是 在做照片 的這個 相簿軟體 所以我可能會去 嘗試用RUST做一些 照片編輯 包括可能裁切啊 或是 呃 濾鏡的東西 對 然後 還有一些影音編輯的部分 那大概就這樣 差不多 對 好 那就先這樣 謝謝 謝謝 大家如果對這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他 的話 你們可以在外面繼續聊 這個話題 然後 因為我們 時間還蠻幹的 所以我們緊接著 一定要下一場演講 謝謝 謝謝